拉子幸福生活,我是乔安娜 我是说书仁,我们是女同志伴侣 在这里分享我们的幸福生活 今天要来跟各位聊聊 人生无常 请说,请大事开示 我不是大师 我是老师,我不是大师 就是上次有跟各位分享到说 最近有一些生命中的感悟吗 可以这样讲 那就是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最近的感悟是什么 就是人生无常 你想这是什么感悟 通常我们会说人生无常的时候 应该是真的遇到一些 很重大的打击 或者是出乎意料的改变 就是人生遭逢一些 你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是 对 就是在八月底的时候 我的一个还算蛮熟悉的表哥 就是很突然的过世了 对,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很震惊的原因是因为当然相对之下 因为我跟我爸爸那边的亲戚相对之下没有那么热络 那这个表哥算是我们从小算一起玩到大的 那小时候就是我们因为家住得很近 所以是玩在一起 所以算小时候的玩伴之一 那 那一天就是我在用电脑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我弟弟丢讯息给我 然后那个语气感觉有点沉重 就是说他跟我说一件事 他通常这种开头一定没有什么好事 所以我就赶紧点开来看 就看到他说 诶,某某哥哥就是突然离开了 那我当然就觉得很震惊嘛 那后面就写说 是前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那细节怎么样也还不是很确定 就早上有接到 就是那个亲戚打来的电话 亲戚爸爸打来的电话 然后 对,我就回播了电话给我弟 然后了解一下状况 那大致上的状况就是 他可能晚餐的时候 还很开心的跟表姐在用餐 就跟他的姐姐吗 跟他的妹妹 哦,跟他的妹妹 对,跟他妹妹 应该说我的表姐 然后他的妹妹 他们 就是 还很开心的一起用餐 就是表哥跟他的太太 然后表姐跟他的先生 就他们四个人还一起 很开心的吃我家牛排 那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他就突然 头到家之后就说 也没有,好像也没有说什么不舒服 嗯 但就是突然间觉得头很痛 然后走到房间去休息 然后就 就倒下了 对,那 那当然很突然嘛 所以就是 对我们这些 同辈的兄弟姐妹 都还算蛮震撼的 我记得你那时候好像是刚去上一字千金的节目之后 嗯 然后我还有看到他在你的脸书上面留言 对,没错没错 问说什么时候会播出 嗯 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觉得 我们可能前一两天还在脸书上有互动 但是两天之后他就消失了 嗯 而且他那一天的早上 还有转发一些贴文什么之类的 就是 你会觉得哇 怎么一个人就突然间从这个地球表面 到了另外一个 时空或世界 我觉得那个很瞬间抽离的感觉 蛮强烈的 会不会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有一点 有一点 对,然后 嗯 应该是又说 再加上后续又发生了一些事情 因为 因为他离开的那段时间刚好是农历七月 嗯 所以 日子就要挑得很近 就是法会很快的办完 然后他也很快就火化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 这个 这件事情才发生可能十天左右 他就真的 就是变成一摁的骨灰 嗯 然后就觉得很不真实 那我最后一次跟他碰面 因为除假七八月很忙嘛 最后一次跟他碰面是 我们刚从北海盗回来的时候 大概五月底六月初 六月初的时候 嗯 然后那时候有一起吃饭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他的太太 也就是我的嫂嫂 哦 就 因为他们才刚 那个时候才刚结婚 三四个月 OK 对 然后他们的婚礼就是我也没有去 嗯 时间没办法 对对对 而且他们也是办很 比较小型的 所以也没有宴请那么多人了 anyway就是觉得 哦 才刚看到嫂嫂 然后 下一次再看到嫂嫂 就是在 丧礼上面 对那当然 他们就是后续还有很多的一些 可能比如说 劳健保啊 或者是遗产啊 什么之类的 就会造成 他们家里头一些 可能需要讨论的部分 你讲的好含蓄哦 哈哈哈哈 你讲的好含蓄 概念就是 对啊 因为毕竟那是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没有对 只是就会感觉到说 哇 一个人走了之后 留下来很多的错误给身边 刚刚很多难过跟错误 以及还有很多后续的事情要处理 因为哥哥其实是很 很晚才结婚嘛 嗯 他今年的二月 2023年的 大概二月三月左右才结婚 然后就 就就离开了 所以 等于说 嗯 可能 咕咕那边 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 一些遗产上的分配 或者是事物上的分配 他们可能就会 想要多保护自己一点 嗯哼 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啦 对 那当然我是一个 居外人 嗯 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哇 人生真的 一切都是空 怎么说 嗯 就是 你可能 很努力 像我哥哥他很喜欢车子 所以 我 曾经有稍微看过他部分收藏 他有收集一些那种 小汽车模型 至少上千台 是那种 我看过那种什么 mini cooper 那种 小朋友玩的那种汽车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一比多少的那种模型 然后还有一些是真的很限量版的模型 还有一些是真的有价值的模型 嗯 对那 就是 哇 他真的收集了很多 嗯哼 对那他们 就那些东西后续要怎么的处理 因为 好像有一些模型 就是是跟别人共同持有的 嗯哼 对 然后像我哥哥他有收藏一些 古董车 就真的是那种 比如说30年前的老兵士 对 他 他真的就是一个车控 我身边真的觉得 我很少看到有一个人对单一事物可以这么的投入 他当然是 研究型的 他真的非常研究型 我小时候真的觉得很敬佩他 为什么可以看一本汽车杂志 然后看这么透彻 哇 他真的很喜欢 他真的就是 大概小四小五就是 可以静静的看着一本汽车杂志 看好几个小时 对 那anyway就是 对他一个很大的兴趣 好 哎 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就是讲到说 他留下很多 哦对 他留下很多东西 可能是他很喜欢的东西 有可能是 他帮别人带回包管的东西 可是最后他什么东西都带不走 就我那时候 见他最后一面的时候 看到就是他躺在棺木里头 那就真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我当下的感受就是 哇 人真的其实奋斗到最后 其实也什么东西都带不走 所以就是只有当下 所以我就是觉得哇 这个 那个感受度就会很强烈很明显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 很稳扎稳达 很稳定的一个人 很稳定的一个人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 哎 怎么会这么突然间他就离开了 对 因为虽然说他 他体型稍微微胖一点 但是你也不 他也不咽不久 嗯 也不熬夜 没有什么真的很重大的疾病 对对对对 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不爱运动 但但我知道这当然会影响健康 而且说实在 在在发生这种突然的事情 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 是啊 任何人都会遇到 不管你运不运动 对对对 所以并不是说他 他不咽不久 他就一定不应该遇到 而只是你还是会觉得 哦 觉得他遇到了 嗯 那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我是觉得 我啦 因为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样走也不错 嗯 中医也是这样讲 对对对 我后来回来之后 一直跟乔安娜讲说 啊 好羡慕哦 我也想要这样子的走 就是中医也是讲说 这样走的走法是最 最好的走法 真的 我真心觉得这个走法 对自己而言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 这个走法 好像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好 但对流 真的是留下来的比较错 是是 对对对 因为 留下来的好像 非常的苦恼 有很多事情 巧不容 第一个苦恼 然后再来情绪上的冲突 你可以想象 父母亲 太震惊了 对 而且因为我的 姑姑 相对之下是 她也是个很内向跟 很以家庭为重的人 她的 重心 她的重心就是孩子 她可以感受 就是可以感受到 她很以她的儿子跟女儿 就是因以为荣 OK 对 就是她觉得 她们这样稳稳定定的过生活 是很棒的 对 就是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 哎 这是小孩 是她们的重心 所以 我又觉得 哇 一个 一个 活到了六七十岁 然后突然一个 重心被凑空了 那心中一定会有很多不甘愿 这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嗯 那就觉得就是 哎 整个看到的就是一个 人生的 骤变之后 一些可能 人性的展现 那个人性的展现 还包含像 可能 嫂商那边的家人 会想要 站在法律上的立场 多争取一些 应该也不是说 多争取 应该说就是 法律上面该 拿多少的 她想要留住 对 对 但是 好像就是 姑姑那边觉得说 你们才结婚 这么短的时间 没错 对 有点像这样 为什么你可以拿走 我儿子这么多的 丢下来的东西 我不确定 有没有到 这样子的 像 有没有到 对 因为你听到 都是转述的 对 我听到都是转述的 嗯 那 但是 因为确实姑姑 她们年纪大 那 当初话 那么大的心力栽培儿子 所以 儿子的离开 对她们来讲 真的是打击很大啦 对 那再加上 可能哥哥又有一些房产 那你自己呢 那你 你对于就是 像是 就是留下来这些人 他们 很苦恼 或是很痛苦 对你来说 就是在你的 你的内心 有什么样的 感觉 嗯 我的感觉哦 嗯 我坦白说 我的心情是很 很 矛盾跟复杂 但 因为你 你站在 站在法的立场来讲 就是 就是这样分配啊 嗯 可是如果你站在 亲力的立场 因为 他们可能会认为说 哦 第一个可能 结婚没有太久 那个可能 对双方彼此的 的付出 或者是 贡献度吗 我真的不知道 用什么词来形容 就是可能没有到 那么大 然后再加上 嗯 嫂嫂确实 在 各方面的 的 能力上面吗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用这个词 因为毕竟 也是没有到 那么熟悉 可是 好像 很多事情 其实包含后事的处理 是我表姐 在 在处理 就是 呃 就是她的家人 在处理上 因为嫂嫂可能不知道 怎么处理 哦 或者是嫂嫂 她也 也 不知道下一步 可能她比较 没有 主 也许比较没有 主见 又或许 过去可能 比较没有 处理事情的 判断上的 的 练习 就可能在 在包含处理 各个的后事上面 相对之下 能够帮上的忙 真的 几乎 微乎其微啊 嗯嗯嗯嗯嗯嗯 那当然如果以 大家的观点来看 会觉得说 哎 那 那 那就是 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那 就是我们讲自私一点的讲法 就会觉得 哎 那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那你又 凭什么拿那么多 或者是 哎 就是 感觉被占便宜 对 如果 你说南方哦 对 可能以比较私心的想 但这 这是我自己可能 看到的层面的解读 嗯嗯嗯嗯 对 那至于是不是 真的这样想 我也没有跟 姑姑确认过 嗯嗯 只是 就会觉得 哇 流下来的这一切 真的是让后面的人 处理得很辛苦 啊 我姑姑也是 其实他这个 很客气 然后其实也不太会去跟人家争论什么的人 但他就变成是他内心以后就会有更多的矛盾跟冲突 因为他不是一个会去跟人家要东西的人 可是当他又不想被要被被被所谓的不又不甘心的时候 或觉得他被占便宜的时候 他内心里头那个冲突感就会更强烈 哥哥离开 然后财产可能要分一大部分给人家 对你来说 你说很复杂的情绪是 是什么 我其实我自己看的层面是啊 嗯 呃 我反而比较 不是去看这些部分 我反而去看的是 其实很 我后来想想 我觉得这个点真的是很 很微妙的一个点是 哥哥其实一直很想结婚 嗯 那他之前 嗯 因为他个性比较内向 然后也没有 不太会主动追女生 所以他可能有几次是相亲的经验 他可能也有一定的眼光在 他觉得说 哎 女生还是希望他可以符合他一些条件 嗯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若干念来 就都还没有遇到适合的对象 嗯 对啊 后来 就是终于在去年的时候认识了这个女生 而且有点是透过 鼓掌 也就是他哥哥爸爸关系 认识这一 这个女生 就是父母先认识 然后然后牵线 牵线之后 哎 彼此也觉得不错 然后在一起 嗯 然后我觉得很微妙的点就是 他当初一直很希望可以结婚 嗯 但后来结了婚了 但是半年之内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后来最大的纠纷 就是因为他结婚之后的遗产分配 嗯 然后我觉得 这件事情很微妙的点在于说 如果当初没有结婚 嗯 可能这一切就会更单纯 嗯 可是当初结婚了 那所以现在这么复杂 那所以现在这么复杂 所以 嗯 另外一个表哥 另外一个表哥 对我另外一个表哥 就是过世的这个是爸爸这边的 哦 然后另外一个表哥是妈妈那边的 这个表哥 这个表哥跟我们就就是更熟悉 然后这个表哥呢 他两年前结婚了 他也是心心念念的想结婚 对 那后来相亲有遇到不错的对象结婚了 但是结婚之后的婚姻生活 应该是完全不如他的预期 对 那至于细节为什么不如他的预期 那那个就不赘述 嗯 只是他后来离婚了 嗯 对就是在今年 最近吗 今年五月的时候离婚的 OK 对 那我记得我那一天 跟我弟弟就是从 从过世的那个表哥的 告别式 告别式离开的时候 那我们两个在车上 我就对我弟讲了一句话 我就说 你不觉得这两个哥哥 就是都很希望结婚 但是后来一个离婚了 一个离开了 你在讲punch line吗 没有 我没有在讲punch line 我只是觉得 就是 人生真的是 他们真的很渴求 有婚姻这一件事情 他们甚至更渴求就是 如果有小孩更好 然后我就觉得 反而是其他 我们那些其他的兄弟姐妹们 没有那么想要结婚的 都结婚了 很多都一一结婚了 然后很多没有想要小孩 或没有想要那么多小孩的 都有小孩 或者是有了那么多小孩 然后我就觉得 就很微妙 就真的很微妙 对 那就 就觉得 哇 有的时候 你很渴求的一个东西 当你得到了 我后来开始在认真思考一件事 就是 比如说以我离婚的那个表哥来讲 当初这个对象真的是适合他的吗 还是他只是在那个时期遇到了一个 好像可以有共识结婚的人 但其实也没有真的很多了解 那就被催促的结婚 我唱有一部分是被催促的结婚 应该是两方都有一点被催促的结婚 两边都有一点急就是了 两边都有一点被父母亲催促的结婚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年龄大概都有四十到四十三之间吧 如果父母亲又很想要抱孙的话 哦 对啊 那那个女方不会压力很大吗 就是他变成一结婚就被期望要生小孩 所以可能离婚的那个表哥 他的太太确实有受到这样的压力 而且因为那个哥哥是长孙长子 压力真的好大哦 对但是 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可以去卸调沟通的 那可能刚好那个嫂嫂她 对这件事她的情绪波动反弹又特别大 也许她可能没有想要成为妈妈过 或者是其他的想法 那这样子意思是那个表哥 是不是结婚前就要先说 就是结婚之后 我爸妈希望要有小孩 这个有讲过 哦那结婚前有讲就是了 对但是嫂嫂的那个意思是说可以试试看 但结婚之后后来才发现 不想试 看来是应该是无法试试看 而且就是 就是他们后来甚至一段好很长一段一两年的时间 都是没有性生活的 辛苦了 都辛苦了 双方都辛苦 我后来觉得 真的 双方其实都辛苦 真的都蛮辛苦的 对啊 那我哥哥他可能也 他夹在中间也是很辛苦 因为变成 一定的 有父母亲的压力 然后阿公盼望的眼神 对对对对 然后再这样我哥哥本来就稍微穿红一点了 对啊那嫂嫂可能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 一些想法或坚持 嗯嗯嗯嗯嗯 那这种东西我觉得没有谁对谁错就真的是想法理念不一样 对啊是啊是啊 或者是我个人的想法或者是我个人从这件事得到体悟 我可以比较 讲多一点 讲多一点 因为我我我其实不太喜欢去评论别人的人生 是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你呃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那一阵子你有一点我觉得你有一点 好像就是你的内在有很多的情绪跟感觉 嗯然后你甚至你也无法把它说出来 但是有很多的感触 我觉得说感觉要那个感触非常的深 对但我真心觉得这样子走很好 我好想要這樣子的手法 哦 對 對 那是不是要那個立好遺囑 就是說你到底是要這麼分配 乾脆把它交代清楚 免得大家吵成一團 對啊 類似像這樣 而且我也不會想要留任何 哦 我都跟喬安娜講說 如果我離開那個火的話 假設還是真的需要一個罐子裝著的話 那個IKEA有那種透明的罐子 裝得下嗎 裝不下買兩個 兩個裝不下買五個嘛 總是可以的 但我個人是沒有想要留任何的 應該說沒有想要留太多錢 可能還是要必須要留一些啦 因為火花還是要錢 對 就是我可能沒有想要留什麼錢 在辦什麼喪事法會之類的 法會可能也不用了 我每次都看這種的時候 我都在想說 收了這個紙錢真的他收得到嗎 或者是念了這些經文 真的可以 可以幫助他嗎 如果我們在念這些經文的時候 並沒有真心的再給他祝福 那對他還是有幫助的嗎 就是我會有很多這樣子的疑問 疑問 對 然後我有就是 表哥離開的這陣子 我有就是吵寫心經 然後我每次吵的時候 因為就會吵到 就是空空空 吳吾鳴 然後就覺得 嗯 真的空空空 要試著去練習 就是今天 我 有這一切很好 但沒有這一切 我也可以平安或者是開心 或者是順順的過生活 就我想要練習這件事 這很難耶 這很難耶 就練習 喔 對 就它很難 所以需要練習 這是一種 我覺得 那是一種沒有條件的逍遙境界吧 如果你可以不因外物的影響 然後你的 不管今天遇到多麼衰小的事情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 你內在是平安的 這是開悟了吧 很難 可是是一個可以練習的事情 剛好也是因為遇到這樣的 的一個經歷嘛 所以讓我會覺得 這個東西更值得去練習 那請問這一陣子練習的感覺是如何 嗯 會覺得 但我還是很積極營營我的工作 但我現在比較不會用積極營這個詞 我可能就 我反而 我自己有覺得我最近 反而上課狀態把它調整成 就是很享受你們一個當下 喔 然後會很盡力的去把我的 比如板書寫好 或跟學生互動的時候 就是很 很專注在當下 你活過來了 對有一點有一點 對就不會 不會覺得 那麼的 自視化嗎 自視化 有一段時間啦 小小的時間確實感覺有點自視化 是不是就是 它是一個不斷的擺盪的過程 有時候會變得很自視化 有時候太累的時候 或雜事太多的時候 就是變成一個 進入一個 或是心理狀態比較沒那麼好的時候 autopilot 就是自動導航的狀態 把那個事情就是想要把它做完 對啊 那你呢 你的身為 膀胱者 膀胱者 身為旁觀者覺得你好有智慧喔 啊 如果是發生在 每個人身上應該說 事情是客觀的 但是你看到了什麼 但是我覺得你看得蠻深的 就是可能別人看到的是遺產要怎麼分 或者是覺得他不該拿那麼多 或者是 可是我有在思考這件事耶 會不會是因為一定沒有我的份 所以我不會去思考 也是有可能的啊 我一直是說 我不想把自己神話嘛 就是如果今天這件事發生在我的身上 那我會不會也會覺得就是啊 為什麼為什麼他可以拿那麼多 多留一點在我這邊 多留一點在我這邊 所以這個心情是 保護自己的心情嗎 有可能 所以我才說有時候因為 會有可能會有不甘心嘛 因為覺得自己的小孩怎麼這樣就走了 然後一種 不情願不甘願 然後再加上那個錢要被拿走 有一種不甘心的感覺 會 才會有一種覺得你憑什麼 對 對 就是感覺好像是要去抗爭些什麼東西 對就是為什麼你可以拿這麼多 法律雖然是這樣規定 但是你就一定要讓你拿那麼多嗎 類似像這樣 可是我覺得就是像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本質是什麼耶 我說的不是那種 我不是在批評說不能有這樣的行動 而是說 當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是選擇用什麼樣的心態去 面對他跟處理他 嗯 然後 我會這樣講的原因是因為我有點 shock 就是因為我之前聽到你 敘述的這些長輩我都 我可能把他們想得太美化了嘛 就是覺得說 對可是 鼓跟鼓掌是確實是真的蠻 他們真的不太會去跟人家爭什麼 對就是我覺得這不是他們會做的事情 對所以這變成 所以我才說就是是不是一種不甘心 然後以及 以及他們知道這是他兒子努力 這真的是他兒子可能過往 勞健保那些錢是他兒子過往 因為工作啊 或者是那個房產 房產股也有出錢幫忙支柱 所以就會更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我跟我兒子努力的東西 你可以這樣子就拿走一半 我所謂的這樣子就拿走一半 雖然不是帶有任何的不爽 或什麼的意味 我知道啦 就是一個 對 一個解讀的方式而已 嗯 我覺得真的也可以理解 因為他這輩子也真的沒有在 為自己抗震什麼事情欸 喔是喔 他真的是一個個性很 溫和嘛 相對溫和的人 所以他才會很苦惱說 他今天想要來談 某一些部分的費用 就是確實給你們 雖然以法律立場就是 欸就是你們 那可能某些部分 我們可不可以多替自己留一些保障 因為兒子已經走了 那女兒又有自己的家庭了 那我跟先生或者是 對他們年紀大了 現在又沒有在工作了 那未來的生活 是不是要留一點保障 以後可能要看醫生啊 或者是可能去住安養院啊 那怎麼樣 還是還是很合理吧 會原本的寄望是在兒子身上 現在兒子走了 兒子沒有辦法照顧他們了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傳統家庭 哈哈哈 傳統家庭 我覺得那就是有一點像是 把你的小孩的所有 你的小孩是你的所有物 所以你覺得你的小孩的所有物 就是你的所有物 就是是因為他的mindset 是這樣的處罰 他才會覺得 他 放不了手 嗯嗯 然後執著就苦嘛 嗯 對啊 然後可能有一個關係是 女方那邊的家人的態度 可能也 也讓他覺得 是喔 嗯好像就是 也是也是蠻 強硬喔 蠻積極想要來談這一塊的 是是 就是談遺產的這一塊 嘿 對 嗯 很積極的要談是 要讓給讓讓還是 應該不是吧 哈哈哈哈 對 喔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事情啊 嗯 我要說非常政治不正確的話 接下來 嗯 那問題請說 就是我 會忍不住 想到 就是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嗯嗯嗯 就是真的是會很自動的連結 嗯 然後就想說 嗯 如果說到時候我們住在 我們住在我們家 可能不是這裡啊 就是我們住在我們的家 然後跟雞蛋 嗯 然後如果什麼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的話 那我 可以預見 我就是要打包跟雞蛋 離開那個我們的家 嗯嗯嗯嗯 我不知道 但是很有可能 然後就會覺得說 喔這樣 好像很 好像要做一些什麼 嗯 而且很巧 真的很巧 就是在大概 同個時間 那時候中醫 一直在跟我講說 你們要不要去辦一辦手續 啊 就是他們 他就剛剛好 提到說他有一個患者 然後跟他的 嗯 同性伴侶去辦了 嗯 手續 然後他就說 你們要不要去辦一辦手續 這樣到時候 就是 這樣做 做什麼事情都方便 他那時候是講得很含蓄啦 嗯 他就說做什麼事情都會比較方便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怎麼那麼巧啊 他就剛好提到這件事情 所以你要跟我求婚了嗎 哈哈哈哈 我就在等你 是這樣嗎 你是喜歡主動的那一方吧 我就在等你求婚啦 才怪我主動的話 塞了多少東西給中醫 叫他幫忙 是這樣嗎 沒有嗎 哈哈哈哈 但是就是 我覺得就是 我有兩個感受 一個是覺得 也許當下 我會很不想要離開那個 有我們記憶的家 嗯 畢竟那是我們一起努力 嗯 努力出來的就是 努力出來的就是 然後有回憶的一個地方 嗯哼 但是 同時又覺得 啊就是 好像什麼都沒有也沒 沒關係 對我來說也沒差 反正就是 空 沒有啦 就帶著雞蛋走就是了嘛 反正我不會沒有地方去啊 就是流浪漢也是有地方去的好嗎 北車嘛 就是 總是會有地方去的 我沒有很擔心這件事 嗯 對但是 但是我還是覺得 你可以處理一下 好喔 哈哈哈哈 那你要求婚了嗎 哈哈哈哈 我等你喔 等你 啾咪 啾咪咪欸 哈哈 哈哈哈哈 就覺得真的是 那你會想嗎 好奇 想什麼 你會想 如果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 你有這樣想過嗎 還是 我真的 我現在想法真的就是空 哇 真的喔 真的 真的 就是一切都沒有意義的感覺嗎 對 有一點像這樣 欸那很接近了欸 什麼接近什麼 哈哈哈哈 很接近心肌梗塞的 的 的 的境界了嗎 我在想說啊 我可以說也 喔就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啊 在 我當然不是說你接近 呵 沒有我不介意 我覺得很不錯 我是說 我認真覺得很不錯 不然我一直在哭腦 台灣一直無法合法 安樂死 嗯我之前在某一個人 我忘了是誰 然後他寫分享說 人其實在要走向死亡之前的一段時間 不確定有多長 就是他會進入另外一個意識狀態 在那個意識狀態 他不會害怕死亡 對他來講很像是 所以意思是我現在 不是啦 所以我說我 我不是講你是那個 哈哈哈哈 然後我之前動物溝通一些要臨終的狗狗 嗯 我感受到的那個狀態也是非常的奇特 就是 那種感覺就是真的是他 一切都好 然後他 他一切都不在意 一切都很好 不管他的主人 就是為他做了多少 或者是沒做多少 都不重要 對他來說一切都很美好 然後他 準備要離開了這樣子 嗯 的一種 一種放手的心情嗎 嗯 然後我覺得你 就是你剛才講到那個 一切都沒有意義 一切都不重要 其實他聽起來也許有點負面 但是 但其實 那其實他是真的 就的確如此啊 嗯 的確如此 一切都 好 然後一切也都不重要 對 對 然後就很接近 你很接近那個 心肌哽哨 哈哈哈哈 很接近那個很自由的狀態 的感覺 聽起來不錯啊 真的喔 我覺得那部分我想要做的事 都有做過啊 射箱捕套 哦 對 哦 這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的覺得 哈哈哈哈 不是什麼都不重要嗎 現在講起射箱捕套 開成這樣 哈哈哈哈 我好開心 哈哈哈哈 大家感受到我的開心 就覺得是他小夢的奇妙 才能一切都是空 然後假如要射箱捕套 就這樣 充滿貪念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通常就是喬安娜 他可能突然 他可能有一陣子 可能很想要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就會出現 嗯 嗯 對 就是 我想吃的啊 想要用的 對他想吃的 然後可能就是我朋友會 就是可能送我什麼東西 那那個東西就是 喬安娜可能是很想吃的 對 就是會透過我 然後把那個東西帶進來 嗯 對 然後 但我自己身上 倒是比較沒有發生這種事 通常我想要的 我還是要自己 Pay money去買 哈哈哈哈哈哈 Pay money 你再多等一下就有了沒 哈哈哈哈 對然後因為最近 嗯 因為我一直有聽聞 就是麝香葡萄很好吃 就有一些身邊 有一些那種老饕朋友 常常看到他們在那邊 就是偶爾奔常常 就是有看過他們 PO文在那邊講 啊麝香葡萄 然後我以前對麝香葡萄 其實是 沒什麼feel的 就覺得啊不就是葡萄 很貴的葡萄 但是今年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從兩個禮拜前 開始很有意念的 很想要吃麝香葡萄 是那個新聞嗎 嗯 嗯 一部分也是新聞 嗯 但是也一部分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覺得想吃吃看 啊 我知道 因為我看到 就是又是那個朋友 就是 反正我有一個朋友 他都會吃一些 很高級的東西 哦 對對對 那就是我看到他 朋友會覺得 哇 蛇香葡萄 你就是這麼喜歡吃 那應該很不錯 因為他是很挑剔的人 嗯 然後 然後再加上我會看到 這兩個禮拜有新聞說什麼 連全年都進了 蛇香葡萄 然後什麼只要399 對說出人還殺去找 對我殺去找 沒找 沒有 我跟你說還好你沒買到 哈哈哈哈 然後後來 反正我 我還特地 我後來去那個大圓百樓下的那個City Super 我就繞進去 我想說C Super 應該有 也有 因為我有看到 就是新聞寫說C Super 也有進 但他的單價貴一點點 嗯 可能等級不一樣吧 然後我進去看 哎 我沒有看到便宜的那一款 我都只有看到什麼 899 然後1299 1399那種 然後我站在那個 蛇香葡萄 都是蛇香葡萄 對 但是有 但是等級比較好 長野的跟鋼山勤王 我也是 那個時候才知道 原來還有 種等級之分 對 啊 吳光就站在那個前面 然後看 看看看看 然後真的已經要拿起來買了喔 後來就覺得 啊 好貴喔 然後 又放回去了 對 所以我後來就是 我帶了就是 就是兩手空空又回來 我真的以為你會買下去耶 我也真的覺得 我可能會買 但後來我也覺得說 嗯 還好你有等 因為我那時候一邊在那邊Google 我就想 奇怪 它不是產地價格就跌很多嗎 怎麼還要899 1299 我覺得這個還是很貴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能還是有更便宜的 我想說那不然我再去全天等等看 有啦 面前的 結果非常的意外 就是昨天 就我去上課的時候 不去不然上課的時候 那個主任就是拿中秋禮喝給我 而且我其實那時候我 並不知道就是 他放什麼 我只看到他放的東西在我位置上面 後來我下課的時候走到後面 我一看到那個包裝外面這個袋子是葡萄 我猛maz就 蛤蛤什麼? 蛤 神經可 club 蛤 是不是剩下葡萄嗎? 太誇張了你 在得到的那個瞬間 順便得到了詠聲 雞蛋好緊張哦 他以為你怎麼了 他真的以為我 我平常在練呼吸法的時候 雞蛋也超緊張的 他說你們要 妈妈这个是修课法 你们要怎么了 妈妈这个是修课法 一二三 好棒哦 鸡蛋最近不知道有什么特别有狗味 浓烈 浓烈的狗味 可能也是一个 摄香味吗 换季吗 摄香味 所以昨天看到那个摄香葡萄的时候 马上拍照传给我 立马拍照 对 穿在乔安奈 跟她说天哪 我有心想事成的时候了 这么开心 就我不用自己pay money 还有啊 后来还有 对 然后 我这两个礼拜也很想吃香肠 对 为了香肠来对我生气气 没有到生气气 就是乔安奈想要阻止我带太多香肠 对啊 播音 反正呢 我就是去全联 然后我就看到香肠 然后就觉得好久没吃香肠了想要买 可是我想说算了料理香肠 用一点麻烦 就是算了 对 然后这个礼拜的时候就觉得 还还是很想吃香肠 昨天 又是昨天 礼拜 礼拜六 礼拜六 前天 对 然后我就想说算了还是算了好了 结果昨天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就说就是他送你香肠 送你香肠 对 送我香肠 对 然后我就 而且送了应该有20只吧 而且是我喜欢的高粱口味的香肠 哈哈哈哈 好哦 煮给你吃哦 谢谢哦 对 然后为什么要对乔安奈生气气呢 不要生气气哦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来跟乔安奈说 诶 那个谁谁明天要拿香肠给我 然后乔安奈就反应很 因为乔安奈昨天非常的阿扎 她的电脑一直当机 然后她没有办法好好地剪她的Vlog 所以她那个时候 其实呈现那个情绪满满的状态 对 很沮丧的状态 那我就是跟她说 诶 我会带香肠回来 然后她就回我说 你不要带太多歌哦 然后我就很 我就有一点不爽 我就觉得说 啊 我就想吃美 所以我就回答 我回你什么 其实我忘了 你就说 反正就有点凶的说 我就是想吃 对 我就是想吃 听起来很任性 我就是想吃 就突然变得很凶 然后我就觉得 诶 为什么要这么凶 我只是说 不要那么多啦 因为她是第二次送了 她第一次送了 那个我话还是带回家 因为我妈妈他们很 很腾肠煮 那个量很大 就是那个是 应该是五六个人 吃的香肠的量吧 对 没错 很好吃 那香肠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一听到就是 不能把香肠带回家的时候 我有点 我就不要带那么多 不行 我都把他们带回来了 好啦好啦 全部都你吃啦 所以我得到了 圣香葡萄跟高粱香肠 哈哈哈哈 所以宇宙听到我的声音 听起来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脑袋自动把它转为一个绘本 绘本啦 就觉得那种什么 你知道宝物收集 有小朋友这样 对啊 今天收到了什么 然后明天又收到了什么 真的哦 然后绘本的最后面就是可以 伴得这样之类的 有这么多啊 并没有 哈哈哈哈 但是觉得 嗯 就是谢谢老天爷 对 心想事成哦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真的 你看 有没有很神奇 我跟你说 当你领悟到一切都是空的时候 然后一切都来了 哦 突然间觉得我接下来会有很多房子 哈哈哈 突然又消失了 哈哈哈哈 什么哈哈哈哈 又消失了吧 你要抱持着这个空的感受 空的感受 对 一切都是空 没问题没问题 但是它还是会来 还是会来 来什么 空屋吗 哈哈哈 空屋不错 空屋不错 哈哈哈 好哦 好哦 谢谢你的分享 好 谢谢你带我们 领悟空 靠近 对 靠近那个空 嗯 嗯 也 大家也好好珍惜身边的人 有吗 你有珍惜吗 哈哈哈 突然生气 哈哈哈 我很珍惜你啊 你看我立马就把我的高级电脑 让出来 给你 你要笔电就有笔电 你要桌机就有桌机 对不对 我突然觉得 小辣 小辣 修书人的Gadget 实在是有够多的 哈哈哈 要什么就有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昨天小辣在那边 跟我说她笔电跑不动 然后她就说 要拿我的笔电 我说哦好啊 然后 然后外界硬碟 对 然后我就说 那一台是电竞笔电 那一台一定跑得动 但其实我根本没有在打电竞 只是纯粹就是 当初人家卖我那一台的时候 它的规格就是很好 我是买二手的 但是其实很新的二手 对 然后价格也很划算 然后她就说 那有外界硬碟吗 我说有 有一个4TB的外界硬碟 这个完全都是拍片的人的装备 在一个不拍片的人的身上 哈哈哈 对对对 还有电竞的配备 在一个不打电竞的人的身上 对 然后 她就后来发现说 哎好像没有办法 装不上去 对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发现 城市在那台电竞笔电上 无法执行 我说那不然你换去我的桌机好了 那一台也一定跑得动 因为那一台是规格很高的 是专门可以 那可以做电影 那个可以做那个什么特效的 的等级 那我们要介绍一下 那个桌机的历史吧 哈哈哈 我们讲一下它的历史 你一个旁观者你要记住 就是三年前 三年前 他在讲什么古老的故事 三年前 说书人有一天突然觉得说 我需要一个好的配备的电脑 因为他那时候好像是想要拍片嘛 对对对 对他就请人家帮他组了一台 配备非常好的 可以专门拿来剪片的电脑 嗯 然后组好 而且是规格很好 因为那个时候想到说可以用很久 所以五年 他要理论上十年内都不会退流行的感觉 然后组好之后呢 就是送来家里 然后说书人就一直放在旁边 然后后来他有一天就觉得 那装起来好了 结果一装 因为他过了一个月之后吧 一装之后他发现没有办法上网 然后他就觉得说 这什么烂东西 然后他就把它踢到角落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办法用WiFi上网 三年后 哈哈 没有 我中间后来隔了一点之后 我会想说说 我来处理一下这件事 你有送去修 对 我有把他送去修 然后他就说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他说应该是有一个那个 WiFi的接收器要把它装上去 然后我再 哦 我还想到店家那个时候提醒我这件事 就是回到三年前 那时候刚组好的时候 一年前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前 一年前然后我再思考到 哦 对好像有一根什么东西 店家还叮咛我要把它接上去 不然不会有WiFi 然后他啊 原来啊 对 那我就很尴尬的又把它抱回家了 然后就放着了 你就放了两年过去了 哈哈哈哈 然后就大概一个月前 对一个月前 对 因为我觉得那台电竞笔电 它的投影去外外 对 有点 就是反正它的转接上面 有点麻烦会过热 所以我就不得已 必须要把那台笔电拿出来 桌机拿出来用 然后他终于就 中好了 哦 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就你 就跟我说 你找不到那个盒子 对 然后就说 你帮我找一下好不好 然后我就在想说 什么盒子什么盒子 然后我就 就找了你房间的 每个角落 然后就只有找到一个 看起来比较像的 然后后来你回家就说 哦对 就是这个盒子 哈哈 我说 那就在你的桌子旁边的柜子啊 我不记得 你真的有找吗 没有 我还没找 哈哈 你就交代我 找就是 我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为他放在衣柜里 所以我在衣柜里头找 但没有 然后我以为他在那个 就是放那个电脑的那个杂物规 也没有 然后就觉得 那他们会去哪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请出 神奇小精灵乔安娜 哈哈 好啦 总之就装上了 然后他终于可以用了 嗯 简直就是为了我的电脑 对没错 棒极而用的 对 看是对你很好 都给你很好的规格 谢谢哦 好不客气哦 谢谢 那你接下来 可能用不到你的电脑了 什么啊 哈哈 多贵 每天都看到我坐在前面说 我还没 我还没用完 哈哈 没有没有 到时候再帮你买一个 哦这么好 好哦 那我去 那你要不要煎香肠给我吃 没问题 有炎月色的煎哦 你要二十只肉煎给你 哈哈 哈哈 这有点不用那么多 哈哈 因为香肠人是不是 哈哈 我好幸福哦 哈哈 我也好幸福哦 香肠跟摄像葡萄 哈哈 然后 结果还是从 那个开低走高 哈哈 的节目 哈哈 用一会往一个 无预警的方向发展 哈哈 哈哈 好哦 祝各位 都可以平安快乐 你也是 谢谢大家 谢谢 哦 哦 我们最近收到的一笔赞助 谢谢赞助者 谢谢大家 谢谢 哈哈哈 你要哭了是不是 谢谢 哈哈哈 就 那个 很可爱的听众 他传讯息说 请问我要赞助你们的连结去哪里找 哈哈哈 我这里要宣传一下 就是在每一集单集的资讯栏里面 有一个请赞助我们 让我们创作更好的作品 就是那里 不要犹豫 就是那里了 不要犹豫 清点下去 然后 小安娜需要您的知识 换换那个电脑 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 谢谢大家的聆听 祝福大家 每天都可以开心 吃香肠 吃香肠 不是大家都想要吃香肠吗 哈哈哈 说明他想要吃色香葡萄 吃色香葡萄 吃色香葡萄 对 好 拜拜 拜拜 You're worth the way Oh This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 mmm mmm